Many years later 退去身上的尘土 他们的名字再次被唤起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给这个时代听 每当一半时间 国宝们将幻化成人 心中的一团戏 穿古月巾来相见 本期节目我们又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今天的汉代展示不算热闹 凑在一集的界面铜镜也都各自沉默着 有故事要说的 是这位来自西汉皇室的汉上方博橘文铜镜 等等 你说这纹理繁杂的圆盘是镜子 这怎么照人呢 其实啊这是镜子的背面 在当时这镜子的背面可是大有文章 似乎永生不能相见的正面和背面 一旦见了面 您猜猜 他们是知己知彼知天下 还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真好啊 救我一面 巧了 救我一面 我求你了 别打脸行吗 你那脸在哪呢 这不在这什么 何妨要命 不是我说你 你不好好在那庄帘里待着你出来干嘛呀 那你要不跑出来我出得来吗 咱俩是一面同镜 咱俩是一面同镜 是吗 而且我是正面 你是个背面 你是正面啊 怎么了怎么了你 怎么了 太恶心了 这我打死我也想要不到 我正在那长这么寒着呢 你才寒着呢 我多么的平滑 哎哟 多么的平整啊 这美人要拿我照镜子 喂 你拉倒吧 你这个镜子 你没事你照着镜子吗你 你长得个大饼脸 谁照你能照出美的呀 你少说我 你拿 你少说我 你瞅你好 我长得漂亮吗 哎呀呀呀呀 你是不是记你这种态度啊 你就是嫉妒我 我哪儿嫉妒你 我从哪儿嫉妒的你 咱俩知道吗 席二公听 那就好办了 看你手啊 看什么 看那 看见没有 记不记妒 我记妒你什么呀 哎哟 你仔细看看 怎么了 我看见的是美人 你看见的是美人的掌门 还谁记妒谁呀 他那个动作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他摸我 你别不要 他摸我 别不要脸了 你看呐 啊 这美人看着我 看好好的 怎么突然又不想看我呢 哎 因为你寒陈妹 那是因为那美人啊 他有心事 啊 有什么心事 呼请妹 而梦想兮 破弱 君志在旁 铁舞爵 而无间隙 魂旺旺 若有亡 怎么了 哎 梦寒昧 嗯 而梦想兮 和和妹妹一起 睡觉兮 哎呀 做梦兮 哎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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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 哪那么多兮啊 还打着呼噜了你 睡着了吗 人家每人唱的是那个意思吗 那什么意思啊 人家唱的是这个意思 晚上睡觉 做了个梦 他来到我身边 突然梦醒 他却又不在 我是又惊又怕 又怕又惊 惊惊怕怕怕怕惊惊 若有所失 你又怎么了 啊 说话哭什么 没想到 嗯 美人这么爱我 哎 除了做梦都想跟我在一起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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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 哎呦 我在这儿呢 美人 你别胡咬脸了 人家的美人是想见你啊 那谁呀 人家想见的是皇上 要是哪天 这美人想见皇上不能见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什么呀 失宠啦 美人只要一失宠 他就会伤心 伤心 他就会面镜垂类 面镜垂类 垂类妆不就化了吗 妆一化可就变丑了 变丑了可就被打入冷宫 就不爱照镜子 我照镜子 他不爱照镜子 我就没用了 我一没用就会生销 我一生销就会长得跟你一样 长得跟你一样丑 我长得跟你一样丑 我还有脸贱人吗 我 没人就不爱我了 行了 行了 美人 来 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说你爱不爱我 爱不爱 你何声啊 我不知 爱不爱 我爱不爱 你早点安 别唱了 别唱了 要我说呀 与其对着留不住的时光 暗人神伤 倒不如抓住着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一个 有趣的灵魂 什么了 你七八糟 往哪拍呢 有趣的灵魂 我告诉你 咱们俩人也算相依为命两千多年了 我就纳了闷了 你比我哪有趣 你有趣在哪啊 看不出来吗 我看不出来 今儿给你机会好好看看 去去去我看看 谢什么呀 天元地方暗人神伤的这些 行了行了行了 你在这儿你也看不出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让你好好的学习学习 那咱走 跟我走 走 合体 三二一走 哎哟 嘿 行啊 啊 小子 这牌子不小啊 怎么样 哎 怎么这些人都都看你啊 嘿嘿 你这话说的有毛病 他们不是在看我 他们啊 是在研究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研究我呢 对啊 你这儿干嘛他们还去研究你呢 所以说咱们两个人得静下心来 认认真真的听一听 听 听就没有 嗯 薄菊文 就是古代六薄奇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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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偏又偏 六薄奇呢我也知道 是吗 我跟你说这六薄奇啊 它跟这个天象张卦军事都有关系 而且啊它是从这个咱们道教仙家阴阳论那儿促成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薄奇文呢就是古代六薄奇奇盘上的花文 上面TLV这符号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TLV 你踢我干嘛 踢你 你往哪踢呢你 我跟你讲 这个符号啊 好比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代码 代码 能够沟通天地 所以说六薄奇是一个非常仙气飘飘的游戏 古人啊说过这么一句话 哪句 说明进者所以察行也 王独者所以知今也 这句话我知道 就是说呀照镜子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 想过去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说得对 那个时候你对人们有用 所以说才造了我 没有你哪来的我呀 你非常的重要 给我打起精神来 你再给我拍碎咯 反正现在呀 也只能待在这儿了 咱俩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那咱俩俩就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现在我就特想啊 什么时候能再看大美人一眼 我都两千多年没看见他了 我说啊 你就那么想他呀 特想的 那你看 他来了 上方薄菊文的话 在汉代 尤其在西汉时期的话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非常普遍用的一种文史图案 也反映了汉代的一种观念 一种世界观 一种宇宙观 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一个天地之间的模型 镜子仅仅是妇女每天 起居生活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的话 它背后的话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包括妇女生 古代妇女生活的方式 那么读古诗的时候 对镜贴华华 它怎么样对镜子 怎么样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梳妆 在古代的文献里面 都是有些诗歌啊 什么都有说明 那你就能跟那些 能对应起来的话 收获会更多 更有兴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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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